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升身体的免疫力 抵抗力 特别是春午秋冬 我们讲这个话也是通过一些运动和合适的着衣 预防上呼吸道的感染 最近在美国的关节和风湿病的杂志上有一篇报道 表明跟跑步相比 走路其实对膝关节的损伤会小 对延缓关节功能的衰退 强化肌肉的功效其实都有效果 同时走路还可以维持下肢的良好能力 包括预防我们的骨质疏松 根据癌症的相关研究也证明 其实走路也可以有效的去对抗恶性肿瘤的发生 但是每天到底走多少步才合适呢 这个不同的研究成果就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根据美国医学会 曾经给过一个推荐的部署 范围是5400步到7900步每天 而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我们那个膳食宝塔当中 也特别写到了 每天6000步可能比较合适 而在2017年4月份 中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慢病中心 包括中华预防医学会 健康传播分会 国家体育总局 7家专业机构当中 联合发布的一个叫做 《科学健走腾冲宣言》当中提出 对于仅以步行 就你每天光走步 作为运动方式 这样的一个健身的话 每天的步行总量 应该达到8000到13000步为一 2019年5月 在美国医学会杂志 内科学发表了一篇研究 他是通过 2011到2015年间 1.8万多名平均年龄 为72岁的美国的老年女性 进行调查 记录了他每天的 行走的步数和步速 就是你的走了多少步 以及你以什么速度走 并且在2018年到2019年 去跟踪调查 这些人相当于 又过了几年以后的一个状况 最后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 就是每天行走 每增加1000步 死亡率降低约15% 所以每天走4400步 跟每天走2700步相比 死亡风险就降低了大约40% 死亡风险呢 它会根据你的步数增加 而呈现降低了一个状况 一直到7500步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不再下降或上升 而趋于平稳了 这就是说 这篇文章认为7500步 就是一个上限了 2020年4月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 JAMA上的一些研究显示 每天走更多的步数 与全因的死亡率下降显著相关 如果你每天能走到8000步 和每天走4000步 它的心血管的疾病死亡率 降低达到51% 而死于癌症的风险 会降低33% 但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结论 就是跟我们一般的认知不一样 我们一般认为走得越快 好像越健康 但是如果你每天 总部数相同的情况下 你走得更快 在这篇文章的结论当中 被证明并不能降低死亡率 2021年的9月 美国的马萨诸塞大学的研究人员 在一个JAMA Network Open的期刊上 又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 这篇论文给出的结论 则提示我们 这个走路也是有一个限度的 并非多多益深 每天7000步 可以保持健康益处的最大化 也可以把死亡的风险降低70% 研究也同样认为 这个益处和你走路的速度 其实没有关系 今天尹哥重点向讲的一篇文章 就是在3月2号 还是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的研究人员 在刘一刀子刊公共卫生 去发表了一项最新的研究 这个里用的是一个 我们在做这种大人群队里的 观念分析的一个常用的方法 叫汇翠分析 这个时间从1999年分析到了2018年 包括来自于亚洲 澳大利亚 欧洲北美15项相关研究 涉及到47471名成年人 他们发现 第一个结论跟大家一样 每天走路较多的人 过早死亡的风险会更低 那具体来看 比如说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当中 每天6000到8000步 它降低的死亡风险是最大的 而对于18到60岁的成年人而言 每天8000到1万步 降低的死亡风险最大 听明白了 你的步数还跟你的年龄相关 但不管是哪个年龄段 都是随着步数的增加 死亡风险一开始会降低 然后逐渐就趋于平稳 这也跟前面两篇研究呼应 走路并不是多多一声 那关于步数呢 这个研究并没有发现 步行的速度和降低死亡风险之间 有一个明确的关联 所以规定结底 我们简单理解呢 我们鼓励大家 你只要走就行了 快点或慢点 当然走得快 也帮你节约时间 但无日无和 动起来 达到一定的积累量 才是降低死亡风险的关键 当然 我还在这里有情提示一句 走路只是众多运动当中的一种 健康 它不是仅仅做运动 这一项要素 也包括您的饮食结构 您的睡眠质量心情遗传环境 包括我们对社会的感知 千万不要觉得 我每天走几千步就能健康了 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综合的健康概念 彼此之间为对方多打正能量